1934年10月10日 中央红军8.6万人 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 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刚开始的目的地是湘西 与第二六军团会合 长征之前 红军和广东军阀陈济堂 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 大概意思是 首先红军承诺不南下广东 只是借道西行 其次经过陈济堂的防驱使 红军提前通知陈济堂 陈济堂命令前线越军后撤20公里 10月18日 经过八天的行军 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 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抵达了越军的防区 新田附近 按照之前的约定 红军应该提前通报陈济堂 陈济堂再给红军让路 但是意外却发生了 陈济堂为了不让蒋介石 抓住自己通共的把柄 便对团一级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也就是说 前线的越军不知道和红军有互不侵犯协议 而红军内部也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政策 林彪和彭德怀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红军就对越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陈济堂听说以后非常恼火 一边抱怨红军没有提前通知自己 一边急忙给前线的越军下令 让他们后撤 给红军让出一条通路 但这时候前线的越军已经打红了眼 虽然多次收到后撤的命令 但就是不想战场 双方激战了四天 红军终于牺牲3700人的代价 占领了越军的阵地 即突破了国军的第一道防线 红军和越军打完了之后 中国军委才给林彪彭德怀等人 又发了一封电报 表示我军正在和广东方面谈判 越军已经答应让出一条通道 为了让红军赶紧离开广东 陈吉他还给红军赠送了1200箱步枪自带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 蒋介石急忙调击越军和湘军 前往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城口镇一带步伐 但是越军因为和红军已经签订了协议 所以只追不打 始终和红军保持一到两天的行军距离 而湘军又觉得城口镇属于广东的地牌 不是湖南的地界 所以他们也是磨磨叽叽不愿前进 红军趁一次机会 让一军团26团一营营长曾宝堂率领一个营 一天一夜狂奔200多里 顺利占领了城口镇 冲破了国军的第二道防线 这时蒋介石已经料定 中央红军要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所以急忙让湘军在宜张附近布置第三道防线 但是国军的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布置完成 红军就已经在当地的游击队的帮助下 拿下了一张 随后红军一路向西 朝着湘水岸边重要的渡口 道线杀了过去 而这时 蒋介石已经调集了25万大军兵分无路 在萧水和湘江之间 给红军布置了一个大大的口袋 第一路 湘军的四个师 两个旅把守湘江北岸的重要渡口泉州 第二路 贵军的四个师镇守湘江南边的重要渡口星安 另外再派一个师把守惯阳 第三路 中央军薛月率领四个师 两个旅沿湘江南下支援泉州 第四路 中央军周辉元率领四个师 从新天县附近出发 追击红军 第五路 湘军再派四个师 从林武县贵阳县等地出发 追击红军 幸运的是 蒋介石发给朱军的电报 被我军给截获了 但不幸的是 伯古里德等人看到电报之后认为 国军想要把这个口袋扎紧 估计要到11月22日 而红军在此之前 肯定能够渡过湘江 所以他们依然率领红军向西前行 但是 等到11月22日的时候 只有一小部分红军到达了湘江的岸边 而红军主力才走到道县 距离湘江还有整整160公里 红军为何走得如此之迈 因为长征的时候 伯古里德把兵工厂 印刷厂 机床 医院的X光机 等所有的坦坦怪怪 全部带上了 为了台这些笨重的机器 红军的行动极为迟坏 最少的时候 一天只能行军10到15公里 被称之为行走的共和国 到了道县之后 较艳敏锐的意识到 红军不能再往西走了 否则就是自投罗 而应该沿潇水北上 攻打零零 然后返回中央族区 然而伯古和李德却固执几件 认为红军还应该按照既定路线 渡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就在教员和伯古李德等人争执的时候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条好消息 贵军主力从新恩惯阳等地撤退了 只在两地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 原来蒋介石让贵军去围堵红军的时候 白崇喜制定了一个巨科和宋科的总方针 即无论是红军还是中央军想要进入广西 都坚决的足迹 这叫巨科 如果红军只是借到要去贵州 就采取不拦头不接腰 只击尾的策略 这叫宋科 1934年11月22日 红军主力到达道县的当天 红九军团的新头部队 被进入广西的重要关口 龙虎关进行了一次小分额的扬通 白崇喜立马以此为借口 给蒋介石发电报说 龙虎关遭到了红军最猛烈的进攻 红军肯定要进入广西 所以要把驻守在新闻和冠阳的五个师 撤到广西防守 没想到蒋介石竟然同意了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如果红军能够趁此机会 火速行军肯定可以全部渡国相将 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 伯古里德等人竟然让中国军委的两个纵队 在道县休息了整整三天 蒋介石又不是傻子 三年时间足以看透白崇喜的阴谋 于是又严令白崇喜率军赶回了心安和冠阳 白崇喜又磨叽了两天 一直到11月26日才重新开始北京 也就是说白崇喜给红军让了整整五天的路 但是伯古里德竟然没有把握住 11月25日 当周昏元率领国民党中央军追到道县的时候 伯古里德才向各个军团发出了十分火急的命令 一、林彪率领红衣军团阻击全州的湘军 彭德华率领红三军团阻击兴安以及冠阳的贵军 以保护红军主力从全州和兴安中间的四个渡口渡过湘江 二、红武军团负责断后 三、红八九军团向南迂回迷惑国军 然后再吸渡湘江追上中央红军 11月27日 红军中央军委到达文市 距离湘江仅有70公里 湘江之战正式发现 但是这一天打的并不激烈 因为白崇喜还在拖延 在他看来 红军主力距离湘江只有70公里 如果再给红军一天时间 红军肯定能够全部渡过湘江 他就不用再打了 而湘军看到白崇喜不愿意打 他们也不愿意打 只派了两个师试探进攻了一下 可惜啊 波谷李德等人仍然不愿意放弃那些坛坛坛 这一天只走了不到20公里 蒋介石听说以后大怒不已 当即给和剑白崇喜等人发去极为严厉的电报 飞以渡河 尚不当即立断痛雨夹击 不知所带合计可谓好坛 在蒋介石不断的催促之下 11月28日 湘军和贵军终于对红军发起了最为猛烈的进攻 由于红军子弹有限 无险可守 而且还没有制空权 所以这一仗打得极为残酷 例如最危险的时候 湘军竟然冲到了红衣军团的指挥部 让正在看地图的林彪 聂荣正左权等人大吃一惊 激忙指挥警卫部队反击 才有惊无险 再例如第34时 全军覆没 师长陈树香 副部中袋 被捕之后 为了不做俘虏 他竟然用手把肠子掏出来扯断了 随后他的脑袋被国军割了下来 挂在了长沙的城墙之上 总之 短短70公里的路 红军中哥军委的两个纵队 竟然走了四天之久 而在这四天时间里 8.6万人的中央红军 被打得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其中红衣红三军团 简缘进败 红五军团一共两个市 一万两千多人 伤亡六千多人 只剩下了六千人 红八军团一共一万一千多人 伤亡一万人 只剩下了一千多人 红九军团一共一万两千多人 伤亡九千人 只剩下了三千多人 此战唯一的好处是 李德见此情景 拔出手枪 准备自杀 但被聂荣镇拦了下来 波谷也捏了 从此不敢再一言谈 所有的红军战士 都意识到了一点 是该换一个领导了 在不应酬吗 我保证到 因为我们在不加胃队 都意识到了